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2024选战 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副手人选资格 遭到了质疑 除了民众党副手 被质疑有美国国籍之外 国民党方面的副手人选赵绍康 被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质疑 代职参选 违反了选举的相关规定 遭发函调查 台湾舆论质疑该委员会 是替民进党当打手 违背了中立原则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搭档侯友宜参选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被民进党方面质疑 触犯岛内广电媒体 所谓党政军条款 而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随机发函 要求中广七天内说明 委员会主委陈耀祥称 赵绍康直接参与中广经营 涉嫌违反媒体公平公正性 会不会违反这个所谓媒体 公平公正性的这个问题 那赵绍康先生呢 不只是中广的董事长 他还有一个身份呢 他是兼任总经理 直接经营中广的人士 对此赵绍康回应称 相关条款规定媒体人 不能担任公职 但是没有禁止媒体人 成为候选人 候选人是否是公职 需要说清楚 他已经向中广请假参选 符合规定 董事长也请 总经理也请 我不执行职务的 所以那你还要求什么呢 那你如果觉得法律不够 立法院民进党占多数啊 修法就是了 台湾民众党方面 被列为不分区民意代表 候选人的徐瑞希 目前担任公事董事 也被质疑违反规定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表示 已经对三家媒体发函 要求收到函文七天内 提出落实节目内容 公平公正的处理方案 并要求中广方面说明 赵绍康请假状况 与代理职务的细节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调查 引发国民党方面的不满 国民党方面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 担任党职或公职人员 才不能在媒体广播集团任职 而没有规定候选人要提前辞职 批评该委员会 已经丧失独立机关的中立性 沦为民进党选战打手 自己能心自问 NCC过去这段时间 所作所为所行所言 有真真正正进到一个 独立机关形成的角色吗 国民党方面宣称 将在全台举办15场造势活动 民进党方面也喊出了 要拼立法机构席次过半 阻挡韩国瑜成为立法机构负责人 根据党内的多份民调数据显示 蓝绿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 近日国民党台湾地区 副领导人参选人赵绍康 为民意代表参选人辅选造势 正式拉开了国民党选战的序幕 国民党方面宣布 将在全台举办15场造势活动 平均每周三场 目前已经规划12月1号宜兰 2号彰化 5号苗栗三场活动 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和民意代表候选人的 联合造势活动 也敲定组织200场以上 国民党方面称 随着选战进入陆战环节 国民党将展现强大的组织能力 民进党方面 参选人赖清德和肖美琴 也加入为民意代表参选人造势活动中 赖清德提出 要继续争取民进党 在立法机构的席次过半 并阻挡国民党及民意代表参选人 韩国瑜成为立法机构负责人 民众党方面 柯文哲登记参选后 首场活动选择回家乡新竹参拜 被质疑缺乏组织 难以展开全台造势活动 柯文哲则回应没有这个问题 走出去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困难 也没有什么封杀的问题 柯文哲近日爆料 有人曾出高架请他担任副手 却没说出具体是谁引发关注 而民众党发言人再度爆料 国民党高层曾经阻挠柯文哲找副手 国民党这边是非常高层非常高层 几乎就是最高层的人了 会直接去跟我们潜在的副手接触 然后邀请他来当国民党的不分区 然后试图使我们没有副手 而当媒体追问具体是谁时 柯文哲则回避问题不予证实 应该是问陈志兰 前几过程当中 已经有很多混混饶着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显示 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 民调支持度正在缩小 有期率媒体公布最新民调结果 民进党赖肖配支持度为41.12% 国民党的侯康配为31.05% 差距有所缩小 民众党方面的柯吾配为25.31% 位居第三 随着泛蓝阵营开始归队 国民党在支持度上有望赶超民进党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蓝白合作破局之后 民众党2024参选人柯文哲 深陷争议漩涡 先是自曝 有人用2亿美元让他当副手 被批评刻意吸引眼球 然后又出现多人退出了民众党 柯文哲副手吴新莹 也被质疑持有美国国籍等等 民众党阵营为何会接连爆出负面消息呢 擅长空战的柯文哲 还能够逆风翻盘吗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您好 商城好 朱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 欢迎 朱松岭好 赖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党内选举临近 柯文哲以及民众党 确实深陷各种争议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段片 柯文哲日前自曝 有人开价两亿美元要他当副手 但却不说清楚到底是谁 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保表示 柯文哲什么本事没有 很会制造话题 直言柯文哲如果要用这个议题杀国民党 就直接说出是谁开价 现在含糊其词 就是要趁这个题目蹭声量 与此同时 几天内连续有多人退出民众党 其中张化线议会 党团总召集人 副总召集人退党尤为引人关注 台湾媒体称 民众党10月才在张化线成立党团 如今形同宣告党团解散 柯文哲爆料的时候 为什么只说了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两亿美元 请他当副手等等 之后却没有透露其他任何的细节 而且这些消息 为什么之前不说 现在才对外爆料 他为什么这么做 蓝先生 柯文哲这样做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是因为柯文哲没有从这一次的挫败中走出来 柯文哲一直感觉他被设计了 他进入了国民党所设的局 这是一个圈套 平常柯文哲他都自视甚高 他认为他很聪明 他认为他可以掌握一切 所以对于他的这些幕僚的建议 有的时候他就听听 他也很少去跟幕僚们去研究商量 那在这一次他就摘了一个大跟头 他很明显地他认为 这个所谓的民调的统计数字 也就是所谓的统计民调学 跟一般的他所认知的民调 跟一般的所谓的统计有落差 所以他觉得被国民党在这文字上设局了 他就把整个矛头那么对准了国民党 他除了一方面承认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策略 他承认他自己的错误 等于是说我不够聪明 我笨 我知识甚高 但是是国民党设的局 这样的情形也会让他的支持者 特别是年轻的选票 更讨厌国民党 更加地同情他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也就是国民党长期的选举 或是国民党过去的庞大的党产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有一种刻板印象 所以他就有意地就讲出说 有人想用两亿美元来搓原子汤 让他当副手 但是他又不肯说清楚讲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让他所泄露出来的这些讯息 那么悬在那个地方 引起很多年轻人 引起很多媒体的兴趣关注 想好奇 想去探究 而且可以调出民进党去猛打这个部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就让国民党要想办法为自己洗脱 接着他又叫他的发言人说 你们去问国民党最清楚了 这样的一种影射 这样的一种的策略 他其实就是要把国民党定位为 他是一个黑金的 或是跟钱有关的一个政党 很明显的他又语代一句话 说也有可能是国际的诈骗行为 那即使是国际的诈骗行为 也是跟国民党有关 你可以看出柯文哲的整个策略中 很明显的 他没有从他的挫败中翻过去 因此他把他的矛头都对准了国民党 有党内评论认为说 其实蓝白合作破局之后 国民党马上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不但走出了阴霾 而且民调也是快速回升 反观柯文哲阵营 不但党内各种检讨的声音 杂音四起 而且现在对外还在翻旧账 所以您觉得 是不是他们还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呢 现在看起来 白色阵营里边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确实是需要自己本身要进行反省的 我们都知道 对于柯文哲来讲 打选战的经验相对来说 也是不足的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民众党才第一次登上了 全岛性的这样的一种 二合一的选举的政治舞台 那么在那次选举过程当中 柯文哲自己本人也没有出来 参选台湾当局领导人 所以说那次的选举跟这次的选举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总体上来说 就是柯文哲阵营 民众党 白色阵营 本身对于全岛性的这种选举 应该说经验不足 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 处理起来的可能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仓促 那跟这个长期打选战的民进党 国民党相比较 那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个差距呢 既包括在自己本人的这种经验上 表现在表现在他自己的团队的经验上 也表现在自己的知识群众到现在为止 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上 再一点呢 就是对于民众党来讲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运转就比较的松散 那么这种松散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战斗力 凝聚力 纪律性 各方面都相对来说 比起来民进党 比起来国民党 都要差很多 所以说 在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蓝白河合不了了 然后遇到了这些变局以后 怎么去办 去变 怎么样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 怎么样去冲破低谷 开始走向高峰 这些很多的问题呢 对于民众党来讲 其实面临着的 都是要在经验 要在未来的选战当中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在跌打滚爬 这个滚爬当中 提高自己的这个经验 和相关的一些这个意识 那么只有这样呢 才对自己的选举来讲呢 才是更加有利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对于柯文哲来讲 对于民众党来讲 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非常擅长打 这个议题战 打所谓的空军战 也就是通过议题的引领 使得呢 自己成为一些问题的焦点 使得自己的声量呢 一直高 保持这个居高不坠 那么现在可以看出来 刚才像您所提到的 包括这个赖教授所提到的 柯文哲在提到 曾经有人出两亿两亿元 请他这个出来做副手 那么提到这个地方以后 接着且听下回分解 就像说书一样 那么这就引起了这个观众的 听众的这样的一种关注 也引起了媒体界的兴趣 不管这个问题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样的 但是现在声量是上去了 一直在拉抬上去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说 柯文哲采取的一些措施啊 希望自己进一步的 把民调拉抬上来 把支持度拉抬上来 以便在未来的投票当中 获得更好的一个收益 那刚才呢 朱教授也谈到 近期其实台湾民众党内部呢 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混乱 因为我们看到 接连的有多人呢 是退出了台湾民众党 那为什么在选情吃紧的时候 他们选择退党呢 是否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那么对于接下来 柯文哲的选情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蓝先生 民进党的干部中 有些人离家出走 那有一些刚刚成立的 在彰化刚刚成立的 所谓民众党的议会党团 那现在他们又宣告 说要脱离民众党而解散 这样看起来 好像对于民众党 有分崩离析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民众党的支持度 还是很坚实 虽然没有成长 但是它还是稳在 在那个地方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在这一次蓝白 台湾的政治人物 各党各派其实都是一样 只是想办法把自己的政治利益 拉到最高 因此他们常常会变来变去 这我们把它称之为变色龙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的政党 一崛起的时候 您就会看到 有一群政治人物就倒向那边 另外一个政党又崛起 而它原来的政党衰弱的时候 他们又离开又跑到 一个新的颜色的政党 这个就是在台湾常常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最多的是发生在 非绿阵营的这些党派里面 绿营的党派相对来讲 他们比较稳固 原因很简单 只要脱离绿营党派 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但是在非绿阵营的党派中 他们不断地在游走 所以我个人的估计影响并不大 也就是因为这一些政治人物 虽然他离开之后 都会找一些光免堂皇的道理 但是那一些道理 基本上来讲 是动摇不了他原本 那个政党的支持者 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他们的这个离家出走 对于柯文哲的选情 影响并不会太大 蓝白河破局之后 柯文哲选择吴新颖作为副手 也在台湾引发争议 吴新颖的父亲吴东进 曾为星光金控掌门人 他也因此被外界称为星光公主 有声音质疑 柯文哲是因为对方的财团背景 才进行合作 被认为是忘了从政初心 不仅如此 吴新颖还被质疑 仍然持有美国国籍 如果情况属实 按照台湾现行规定 他和柯文哲将无法继续参选 日前在接受采访时 有媒体询问吴新颖 担任柯文哲副手 有没有和家族商量过 吴新颖反问 你当记者有问过你爸妈吗 也被认为是没有风度 给柯文哲阵营丢分 吴新颖他可能持有 美国国籍的这样一个争议 同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反抢记者的这样一个态度和做法 也引发了各方的质疑 所以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副手 对于柯文哲这个正手来说 是不是一个负资产呢 当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的对手是希望 他的这个副手成为柯文哲的负资产 对柯文哲来讲 他选择吴新颖 当然是希望他能成为正资产 而且双方之间互相补充 互相配合 在选战当中 打出最好的一个成绩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蓝绿的基本盘相比较 绿的基本盘大于蓝 如果说回归基本盘之战的话 那么对于绿来讲 相对来说 赢的把握性更大一些 所以对于绿赢来讲 就是希望能够把柯文哲打下去 把这个白色阵营打下去 最好你这个 最后柯文哲和吴新颖 这一队没法去选举了 最终回归蓝绿的基本盘对决 这对于绿赢来讲 才是最有利的 所以说现在 其实不断地希望 把吴新颖打成负资产 而且把柯文哲和吴新颖 这一队打下去 甚至让他参加不了选举 那么对于绿赢来讲 是最有利的 我们也注意到 最早跳出来 来打吴新颖的美国国籍问题的 是民进党籍的民营代表 王定宇 大家都知道 王定宇非常善于爆料 而且这个人手里边 攥了很多的一些议题 不断地往外抛 也是民进党内部 非常重要的一个炮手 所以他跳出来攻击吴新颖 打吴新颖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恐怕有民进党内部 选战的一系列的考量 因为把吴新颖的议题 打出来了之后 如果说吴新颖真的拿不出来 到12月5号的时候 真的拿不出来 退出美国国籍的 相关的一些证明的话 那么选务部门 很可能就会去宣布 柯文哲 吴新颖 这一对的登记无效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选举自然就回归基本盘了 就达到了民进党 所有的那种目的 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 这样对于柯文哲的 那些支持者 尤其那些年轻的支持者 可能就会归对 归到他那里去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民调的这个数据上 能够显示出来 对于柯文哲来讲 柯文哲的这个支持度 基本上比较稳 也就是说柯文哲的这个支持度 在20%这样的一个支持度左右 基本上还是能稳住的 如果说让他继续往下跌的话 可怕很难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很多支持者 也都是死中的支持者 也就是基本盘 白色的基本盘还是有的 如果说真要把这些白色的 基本盘全部打掉 往哪个方向去流动 现在不好讲 那前面我们也提到 柯文哲虽然在三个人当中 现在民调是垫底的 但是有分析认为说 他其实在青年选民当中 还是具有非常明显优势的 那么您认为这份优势 是否一直能够保持下去吗 蓝先生 民调反映出来 柯文哲的支持度确实没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他是垫底了排名第三 而侯友谊一下子往上攀升 跟赖清德的差距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但是各位如果再去分析 他们的民调的结构 您就会发现有一些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支持度就大为增加了 而赖清德的支持度基本上是维持不太变化的 柯文哲的支持度有少部分的减少 但是他基本上变化也不会太大 反观侯友谊来说的话 他的民调支持度就一下子增大了 而这增大我们的推断 是很多原本泛蓝的浅蓝的 已经跟国民党保持一个距离的这些民众 他们在这一次中看到蓝白的谈判的破裂失败 但是国民党马上提名赵绍康担任副首 而赵绍康被称之为战斗兰 他对于两岸的态度的立场很清楚 例如说高举九二共事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要推福贸协议 之后就会有福贸易协议 等于是把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政策 整个都拉回来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有一些人就归队了 所以一下子这个侯友宜跟赵绍康的支持度 就往上攀升 那如果国民党一直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态势 甚至往上叠加 这一定是一件好事 对于赖金德来说的话 他的威胁感也就上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们当然要去挖年轻人的选票 为什么 这次蓝白破局之后 很明显地在柯文哲的民调分析结构中 我们发现年轻人没有离开柯文哲 也就是20岁到40岁的大部分的年轻人 还是支持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他基本上选情并没有很大的动摇 但是柯文哲没有往上攀升 因此他就变成垫底了 所以我们看到赵绍康很明显地 就要从年轻人下手 赖金德当然也会努力地从年轻人下手 可是赖金德在大专院校的多次的演讲中 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而且都成为负面的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赵绍康如何在大学里面游所掌握 因为如果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年轻人的选票 将会决定这次选举的成败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这一次选举的成败 如果会产生气宝的话 那决定权就在这些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了 他们如果眼看着柯文哲大势已去 也就是说民众党赢不了的话 那他们有一部分的人 例如说5%或者10%的人 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选票浪费 而他们转投给任何一个政党 哪一个政党获得这些年轻人的选票 他们就会当选 这个就是整个在这次选战中 自为重要的一个关键 确实青年选票不仅仅对于台湾民众党非常的重要 其实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说 也是至为关键的 那前面提到了 现在柯文哲的这个民调垫底 而且与国民党的差距是越拉越大了 那么在剩下的这几十天当中 您认为柯文哲到底还有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 在台湾岛内如果说这个选票还没有投出来之前 结果永远都无法预料 这个在台湾地区选举的历史上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是因为每当出现这个风水草动 每当出现偶发的一些事件 激发出来岛内的这个投票的激情或者热情 或者引起岛内的激愤的话 那可能投票的结果就会出现翻转 那么对于柯文哲来讲 岛内的这个朋友们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台湾的选战当中 对于民众党来讲 唯一不变的就是柯文哲的变 而柯文哲在打选战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的灵活的 而且他非常擅长打议题战 非常擅长打背琴牌 那么在他的两次的这个 台北市长的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尤其是他如果说高情起来 这个政治改革的大旗 这个不排除 他在选举过程当中一军突起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台湾选举的历史上 也不是说没有出现过 那就是在陈水扁的那次选举过程当中 也是因为这个选举阵营的 一系列的分裂 最终导致呢 这个民进党这一方 弱势的一方呢 余勇得力30%多的一个选票 就当选了 那么未来柯文哲这个阵营 到底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不好讲 当然对于当前来讲 台湾岛内最大的民意呢 是下架民进党 那么对白色阵营来讲 他有自己的支持群众 当然最好的一个办法呢 当然还是蓝白 如何更好的合作起来 想到这个 把这个下架民进党的民意 整合在一起 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民意呢 转化成选票 下架民进党 使得民进党呢 当前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傲慢 霸道执政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呢 与一阶段性的终结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近期接连陷入各种争议 甚至有台湾媒体质疑 他的竞选之路 是否还能够走下去 与此同时 蓝绿对决的气氛 越来越浓 双方似乎都希望边缘化柯文哲 并且瓜分起支持者的选票 2024选战 柯文哲的力量 是否仍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吗 民众党又能够在选战当中 取得多大的战果呢 仍然有待观察 再次感谢两位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莱先生 谢谢商城 朱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朱教授 谢谢 大家再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